60岁以后 笨笨的人最有福气一 对于老年人来说 最大的福气就是健康 很多人以为健康就是身体健康 其实不是这样的 真正的健康是身体好 内心安定 做人干净 生活富足 善良慈悲 精神迥硕等 正如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所言 人人都应该祈求自己 具有存在于一个健康的身体里面的 一个健康的心灵 深层次的健康在心 不在皮囊 二 人过六时 如何健康地活着 《红楼梦》里有一个很穷 很开心 还很会做人的老人 刘姥姥 她在乡下寡居多年 家里一贫如洗 到了年关 日子实在熬不下去了 忽然 她灵机一动 想到了 同宗的亲戚王西凤 在贾府里混得不错 便提出去 贾府求助 女儿女婿 抹不开脸 打死都不去 刘姥姥只能自己亲自出马 丢了老脸 也没有关系 一个从未见过大市面的人 战战兢兢地到了贾府 遇到仆人 都拼命讨好 说 太爷们那福 王西凤把一朵巨大的花 插在刘姥姥头上 急不协调地打扮 丑到了极致 刘姥姥并不愤怒 反而打趣地说 我这头也不知修了什么福 金儿这样体面起来 王西凤可怜刘姥姥 送给她二十两银子 不管是出于打发 还是帮助 刘姥姥记住了这份恩情 来年 送了很多的瓜果蔬菜给贾府 令人感动的是 王西凤落南的时候 刘姥姥还来探望她 帮助她的女儿逃离苦海 找到归宿 滴水之恩 用拳相报 在一个老人身上 体现出来了 在大观园里 到处都是诗情画意的人 行酒令的时候 大家故意用文学的东西 来刁难刘姥姥 她天性淳朴 用农村人常说的话 惹得大家捧腹大笑 也取悦了自己 大火烧了毛毛虫 一个萝卜一头蒜 没有文采 但很真实 从旁人来看 这就是揣住明白 装糊涂的智慧 看了刘姥姥的二三世 再看看如今的老人 喂食膜很多老人 有吃有喝 身体健康 还有退休金 却抱怨自己没有福气 诚然 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需要强化内心的修为 三 古人说 静由心生 物随心转 福气的根源 在心 即便是抱恙的人 只要她的精神 是饱满的 内心没有污垢 她仍是有福之人 像刘姥姥一样 笨笨的 越活越通透 福气如清风一样 徐徐而来 第一 做一个不要脸的人 放下面子 才有福 俗话说 银钱如粪土 脸面值千金 当一个人把面子 看得比天更大的时候 那么和谁都不好相处 还需要为面子买单 比方说 买一件不太合身 外表很美的衣服 穿一次就难受一次 人老了 做真实的自己 不要给别人脸色 还不在乎别人给的脸色 日子就好过了 家人之间的吵闹 旁人的诽谤 亲戚的瞧不起 穿很破旧的衣服 被年轻人嫌弃 你都可以逆来顺受 求人帮忙的时候 不会不好意思开口 你的生活就会和气 第二 做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回报社会 才有福 赠人玫瑰 手留余香 当一个老人 用心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那么他的灵魂 就会很高贵 不管多穷 你都要发挥余热 力所能及地 为社会贡献力量 回报社会 不一定是轰轰烈烈 做一件了不起的大好事 可以是做一些任务 无声的小事 帮助环卫工推车 主动去小学门口执勤 参加公益行动 照顾邻居家的孩子 你想要做好事 随时随地都可以 第三 做一个开心果一样的人 取悦世界 才有福 世界是一面镜子 你笑他就笑 你哭他就哭 人老了 对于命运 难以改变 但是可以坦然接受 穷人的家庭里 也能有欢声笑语 一个词吧 一句关心的话 赚了几两岁银 都可以成为 津津乐道的话题 真的不必 盲目折腾自己 或者逼住孩子去创业 开心就像水中的涟漪 慢慢向周围荡漾 可以感染很多人 第四 做一个有修养的人 心有多好 福有多深 人这一生都在修行 年轻人修炼赚钱的本领 老人修炼心胸 多读书 关心粮食和蔬菜 心中存在一片海 多发展好的爱好 让日子不无聊 常常静坐 把孤独当成享受 把痛苦当成经验 把伤疤 当成生命里的花朵 当你有了这样的修为 何愁没有福气 四 六十岁以后 笨笨的人 最有福气古人说 虽不能治 然心向往之 很多美好的东西 也许一辈子都得不到 但是我们需要把它留存在内心深处 你常常这样做 心灵深处就有了一口深井 冒出来的都是幸福的泉水 精明的人 把向往变成了贪欲 什么都想得到 万一得不到 就情绪爆发 就郁郁寡欢 愚笨的人 常常会想 得不到就算了 还能把自己得到的东西 送给别人 反而得到更多 人啊 哪能没有痛苦 只要不在乎 现实安好 那就真的很好了 人老了 拉开层次的 不是金钱 而是做人的智慧 别人笑我太愚昧 我笑别人看不穿 与君共勉 人到六十 放下过去 从零开始 五十之天命 六十耳顺 七十古兮 人到六十 已经到了花甲之年了 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了 生活也轻松了不少 即便身在农村 也空闲时间开始多了 六十岁的人 就应该懂得 真正的好日子 现在才开始 从此 放下过去 从零开始 思想上从零开始 实践中从零做起 老年生活 才更美 儿孙自有儿孙福 放手也是爱 自己为儿女操劳一辈子 现在儿女长大了 别再多插手了 儿孙自有儿孙福 你可以管一时 管不了一世 如果儿女长大了 却不独立 那就是啃老族 老年人 家有啃老族 那会有福气 别担心儿女混得不好 每一代人 都有自己的活法 放手吧 这样才是真正疼爱儿女 只是记得多 从语言和心理上 关心儿女 让父母的牵挂 变成鼓励儿女成长的力量 人生路上遇到的真爱 该放就放 该忘就忘 人到六十 就别折腾爱情了 要深刻领悟少年 夫妻老来办 如果还要折腾爱情 那就真的老不要脸 弄不好 从此孤零零地到老 日子会很凄惨 老了 有人陪 就是温暖 病了 有人照顾 就是福气 千万别不懂得 珍惜身边人 曾经多么爱谁 都放下吧 重新认识爱情 让爱情从零开始 你才会感觉和老伴 也有恋爱的滋味 而女满堂 不如贫贱夫妻 你对身边人好 身边人也会对你恩爱有加 别吝啬你的爱 你爱的举动越多 老年生活越幸福 钱多钱少 健康就好 该放下腰缠万贯的欲望了 年轻的时候 总想发财 也享有高高在上的地位 现在基本定型了 别下折腾了 一辈子 健健康康就是财富 开开心心就是日子 老来了 更多是把心灵的空间排空 轻轻松松过日子 人到六十 就应该更加注重养生 适当运动 注意饮食 把日子过简单一些 人到六十 放下过去 从零开始 要懂得和过去的 纷纷扰扰说 再见 再也不见 过去的东西 就像一个箱子 你总是提住 就成为了负担 放下了 就两手空空 可以拥抱徐徐的风 牵手心爱的人 别说老了 要知道 人到六十 才刚刚开始呢 奋斗了一辈子 此刻才是 轻松自如的出发点 心中的风景 有时间去看了 不再为生活奔波 可以安心发展 自己的爱好 不再看人脸色做事 可以天天眉开眼笑 放下过去 让心归零 轻装上阵 人生最美西洋红